网剧《安乐传》正在热播 戏中迪丽热巴扮演的角色 拥有弟子元和任安乐双重身份 不仅台词多 打戏也不少 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时 迪丽热巴聊起了 塑造角色的幕后故事 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迪丽热巴 我叫任安乐 我是来当太子妃的 你翱翔九天之日 不该舍在我的手里 网剧《安乐传》 讲述的是帝家姑女 弟子元 为了查清帝家当年蒙冤真相 化名任安乐步入朝堂 与太子韩叶一起 长按键抗外敌的故事 他是两种性格 有非常大反差的一个角色 像任安乐的话 他就是属于一个水匪 然后自由自在的 大大咧咧的 然后四海为家 就是跟谁都能成为 好朋友的那种类型 我任安乐就太子殿下 我俩共度一夜 太子殿下以他的宝物 作为聘礼 我以三万水师 求取太子妃之为 太子殿下 多谢 一言九鼎不可反悔 弟子元是戴着 这样的一个仇恨 在心里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就会戴上面具 成为任安乐 去接近太子 在为他自己去报仇的同时 也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他会相对内心 会比较封闭一点 戏中角色有着大量台词 迪丽热巴每天都要在 背台词上花费很多时间 每天的那个台词的话 我也会提早去看 比如说化妆的时候 就会去做好这些准备 开始拍之前 也会去把全部剧本的东西 都可能会落一两个字 但是大概的也都会把它捋完 就是背 打方求劲 向了贼寇当胸鞋 说好的笑脸一个人 就汇聚了所有剧里的各种 能打的那些戏份 我就觉得设计的 不管是动作很利落 拍摄的画面和手法 也都还跟以前的一些 武术的戏是不太一样的 再说我这个人运气比较好 总于有缘人 这不是 就遇上小公子了吗 就我要去撩他那些戏 都是放在前期的 就我们可能 见面不到两三天 就要去拍这些戏 然后他本人就是一个 比较害羞的一个人 我本人也不是喜欢这样 就是特别主动型的一个人 但是因为角色的需求 所以我就需要去做一个 特别主动的 就前期可能有那么一两天的 一个默契的一个磨合 然后后面就好了 很快就好了 《安乐传》播出之后 迪丽热巴表情壮脸孙悟空 引发了网友热议 对此迪丽热巴通过我们的镜头 做出了回应 因为从小就会看戏游记 就很喜欢戏游记 小的时候一开始看的时候 会稍微有点害怕 就是有一些妖怪出来 但是后来渐渐就觉得 就是真的是就下饭 就是每天不看不行的那种 当时大家说很像的时候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衣服呀 后来我渐渐去看 她的一些动作什么的 她有些神情 有些仪态是蛮像孙悟空的 今年是迪丽热巴出道的第十年 2013年 她印竹演电视剧 《阿纳尔罕》进入演艺圈 当时的她还很青涩 这时候我脚扭了 对 脚扭 好像是错位了 然后跳舞啊 感觉就没有那么的好 也是一个小的遗憾 真的就是 我现在看我都觉得 好小一姑娘 我对什么战魅啊 还有灯光啊 摄影机 摆位还有戒位都不了解 当时上大一 我其实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懂 所以你表现一点 这个人物才会像 回首这十年 迪丽热巴十分感慨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 我觉得也会有很多成长 很多阅历 就可能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就是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还不觉得说 我已经三十一了 只能是作品去见证你的 每一年 每一岁 也挺幸运的 因为成为演员 能够从十八岁开始 被记录到现在 因为也会有很多人说 我小时候很喜欢他 我终于也是听到这句话的人了 很感慨 但是在未来的十年 还是想要去做 更多新鲜的事情 再去激发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再看看自己 还有什么事情是做得到的 或者又说是做不到的 毕竟我也只是一个凡人 也有很多事情 可能我真的做不到 所以 对 就想去试试